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现在我在金巴伦 等下我要带你们大家看一看 我的住的homestay 现在我是在他的basementcar park 这个basementcar park 因为现在是off bay 而且现在是礼拜天 所以我这边没有什么人 在这里只有挤两车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是网上我才到 明天我会拍一下我住的房间跟review 跟你们大家分享 谢谢 这个是这个car park 你看这边一共有四个building 一共每一个building有五层六层 差不多五六层楼 所以每一楼应该有20间到25间的屋子 所以这边是蛮大一下 不是每一个屋子都是拿来做homestay的 是有一些选择来做homestay 所以这个是basement 在我旁边你可以看到 那边有一个scan card 在底楼你是要scan你的card 才可以进 但是在上面 它的有guard 不是有guard 就是有工作人员的地方 你就不用scan card 电梯是不用scan的 就这样进去就是按你要去的号码 这是我住的apartment 一共有四个blog 我是住在bblog 这个building有20个月 老 已经有拿锁式的20个月这样子了 所以这就是前对驻大马路的 我是住在对驻后面后巷的 就是看到山的 等下就到你的楼 那一楼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比较怕有发生什么抢劫案的话 就记得要锁你的 一定要锁你的homestay的门 然后你朋友要出去就给他锁石 就是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才带你上去看一下homestay 这个是那个basement的lift after你进来从那个main door 就是main door sorry 比较安一点 因为这边是就是这样安的 因为是basement so我们现在等电梯了 进去电梯了 就跟你讲有几楼 so一共有7楼 so每一层都说25间左右 ok我是住在5楼的 这个就是那个走廊 很普通的走廊 每一楼有21间unit ok这边有分左边 跟右边 你可以based on你的家 住哪里楼哪里一个号码 来向你的方向走 我的就是刚刚好住在next to elevator 就是这间啦 这个就是我的homestay 这个我今天last一点check out 我才record 他的屋子是kitchen dining area 跟living room是一起的 有两个房间两个厕所 我们来先讲这个living area 有电视机axtro 八十niojo 就是有一些波道 就是给一次钱的 这间家的电视是40寸 有axtro niojo 我怎么讲 然后如果你还是觉得 细胞看 你可以动你电脑through hdmi cable 这个电视机 看youtube 或者netflix 这间家有给Cemac的internet 不错啦 在这个地方都还有Cemac 我的家都没有 这间家是用centralized的水的 for厨房 洗脸盆 冲凉 全部都有热水的 所以这间家的好处 跟它比较新啦 这个屋子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来这边住啦 如果你有半截四个人 这间家Maximin可以住六个人 对不起 应该冲到东西 然后这是master bedroom 这是king size bed window 一个风扇没有冷气的啊 没有暖气 就是toilet 不错啦 很新啦 有一个washing area bathroom 跟toilet bowl 这个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两个singabit 一个小桌子 镜子 这个是second toilet basin是在外面的 这个比较大 toilet bowl bath area 这个就是在我的boucony上面 看到的东西 很多新的住宅区 跟一座山 等下可能会放drone 飞一飞 看一看 周围又有什么东西 因为这边是CD 跟鸿干鱼的地方啦 不是免费的 所以你洗几断就放钱啦 应该是24小时的啦 不是24小时 是9点早上到10点往上 这边就是我住的住宅区附近啦 我住的apartment 所以这边是很新的地区啊的啦 所以如果你来金马轮 这一区就是新的bathamalam区 在这个前面的大马路这一边 让我去前面给你们看 这边就是bathamalam的大路啦 bathamalam会在这个大路这一边 每个星期五跟星期六 所以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星期日傍晚 所以是没有了的 所以如果你要打算来这边走bathamalam 你就要有星期五星期六咯 这条路就会被封掉 做成bathamalam 所以以前如果你来过金马轮的bathamalam呢 已经没有了那边已经在建筑 apartment了那边 就是搬来这一边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 给我一个like